这国家队主教练李铁呢 第一次被这个国家的基检部门 将官部门调查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啊 中国的国家级的主教练被调查 看来这次是凶刀极少了 因为11月12号带走的时候 大家还觉得李铁应该没什么事 但是现在呢 各个媒体全部都在报道这个事情 就是已经估计是有眉目了 那李铁呢 它主要是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在这个国家队 对澳大利亚1比1赛后 他在这个个人的微博上发了一条 类似于涉嫌广告嫌疑的一条东西 这也是很少见的 因为如果说一个国家队的主教练 都在想着商业行为的话 那球员的话就更不用说 怎么说呢 就更不用服了 因为你本身一个主教练 你的任务是营球 而不是商业活动 这个本身就是冲突的 而是你代表国家的行为 那这是肯定是一个很小的事 但是还有一个事呢 就是他和这个之前的 这个武汉猪二之间的矛盾 他原来是猪二的主教练嘛 说他年轻是多少钱来着 欠了很多工资 和俱乐部不欢而散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俱乐部就举报李铁 可能就有人举报李铁了 说李铁的球有可能是 有些是假球 而且在引进球院的时候 有些不干净的地方 但是李铁呢 之前呢 在我们很长时间以来呢 给我们的形象都是一个 非常硬汉 非常正派的一个作风 而且他的语言也 言论也特别的 感觉特别的新颖嘛 他在发布会上曾经说 我们国产主教练怎么了 我们国产主教练怎么就不行了 谁说不行呢 结果他就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第一个被调查的人 所以这也是中国足球的悲哀吧 现在国家大力整治足球 也是想就是快刀斩乱嘛 然后好好整肃一下这个气氛 因为国足的成绩真的很差 如果国足成绩好的话 无所谓 大家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是成绩这么差 还闹这么大的幺蛾子 所以李铁的话 这次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谢谢大家